在印度尼西亚经济论坛上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说了这么一句令人震撼的话语 中国不是没有潜力超越美国 成为发达国家 奈何中国绝大多数的精英阶层 损人利己 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人情事故之上 那是一种短视行为 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有网友表示 旁观者清 那些专家和教授可以闭嘴了 别再有事没事 乱忽悠了 自己几斤几两 好好照照镜子 不要中国这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的乱喷 好好找一找阻碍发展的瓶颈 很多人至今不明白 我国为什么那么多科技人才 喜欢留学到美国不回来 因为好多科技精英 没那个能力和闲心 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以他们选择出去不回来了 日常遇到很多人 感慨生存太不容易了 尤其在单位 那是什么工作 全部是赤裸裸的人际关系 别谈什么理想信念 爱港敬业 那是说给傻子听的 历史时间证明 人情世故大于事业的民族是弱者 一个被人情世故绑架的民族是可悲的 马斯克就是厉害 一下就看透了事物的本质 你怎么看马斯克说的这番话呢 中国部分人聪明过头 各个都成为人精 金钱的超人 沦为物欲的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物欲和理想 他们心目中的需要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带有功利性帮助 这叫熟人社会 所有的事情全部通过金钱和熟人来实现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现状 每一个人都不相信他自己 他如何能相信别人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我们进入了个人主义的泥潭 但这个个人主义没有实质的精神基础 除了利用还是利用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值得每个人深思